妈妈疼得受不了,小猴子担心坏了,为妈妈减少痛苦的举动,简直太暖心了。 这天妈妈肚子疼,艰难地用肩膀顶住门框不让自己倒下,可能有些受不了,可怜的妈妈顺着门框蹲在地上,抱着头争取不让自己晕倒。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,艰难地从地上起来,爬上久违的床铺,可能肚子里面有着不可言喻的疼痛。 以往贤惠的妈妈,不由地翻来覆去,蜷缩在床上。 正当妈妈独自承受这份痛苦的时候,小猴子和小女孩跑了进来,关心地看着妈妈露出痛苦的表情。 小猴子想要叫妈妈起来,然而妈妈却疼得用手指拍床,小女孩见状赶紧跑了出去,准备打开柜子,替妈妈找到消减痛苦的良药。 可是不懂药理的小女孩,只找到了一包湿巾,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从里面取出一片,放好包装袋,关上衣柜门,来到床前,让小猴子交给妈妈。 但是妈妈疼得压根顾不上,小猴子只能将妈妈咬醒,让妈妈看看有用没。 妈妈瞄了一眼,放在床边,可能不需要这个,剧烈的疼痛不由地让妈妈翻了个身。 此时的妈妈脸色极为胀红,小女孩赶紧爬上床照顾妈妈。 懂事的小猴子从厨房拿来一卷卫生纸,放在妈妈怀里,坐在妈妈身后照顾妈妈。 小女孩趴下床,来到浴室,从里面拿出一个红色的小盆子,她主要是害怕妈妈吐了。 来到卧室拿给妈妈看,妈妈觉得这个自己用不着,小女孩只能失落地拿回去。 小猴子担心地看着充满汗水的脸庞,没过一会小女孩回来了,坐在床上拉着妈妈手。 然而正当他们以为休息一下会好的时候,妈妈突然翻身,用手抱住嘴,让小女孩赶紧去去脸盆。 小女孩来到浴室拿了一个蓝色盆子,靠在床上让妈妈吐一下。 可是妈妈干饿了好久都没吐出来,于是打算趴在床上休息一下。 小女孩觉得这样下去不行,从电脑桌上找到一瓶药水,递给妈妈。 妈妈拿起来看了看,拧开瓶盖,在肚子上涂了涂,没过一会就趴在床上睡着了。 小猴子害怕妈妈着凉,趴在妈妈背上一动不动。 这么暖心的小猴子大家喜欢吗?喜欢就在评论区送个小红花支持一下吧。